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民众的觉醒与自由的渴望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美国的太空竞赛 科技与意识形态的较量与荣耀 当然可以 美国的太空竞赛不仅是科技的较量 更是意识形态的较量 简直就像是一场冷战时期的太空奥林匹克 而参赛者们则是美国和苏联这两位运动员 首先让我们回到1957年 苏联成功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 想象一下 当时美国的科学家们就像是被一只外星飞蝶吓了 心中默念 这可不行 我们不能让他们在太空中领先 于是美国的NS国家航空航天局应运而生 开始了他们的追星剧 在这场竞赛中科技的进步可谓是飞速的 美国的阿波罗计划最终在1969年实现了人类首次登月 尼尔阿姆斯特朗踏上月球的那一个 简直就像是给了全世界一个我才是老大的显亮耳光 阿姆斯特朗的那句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 却是人类的一大步 不仅是科技的胜利 更是意识形态的胜利 仿佛再说 看吧 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也能造出火箭 当然太空竞赛中也有一些有趣的插曲 比如 NNS为了让宇航员在太空中写字 花费了巨额资金研发了一种特殊的太空笔 而苏联则简单的给宇航员提供了铅笔 下站一下 苏联类宇航员在太空中用铅笔写字 航边的美国宇航员则在用昂贵的太空笔 真是科技与意识形态的完美体现 此外太空竞赛还催生了许多科技创新 比如计算机技术材料科学的 甚至连我们现在用的微波炉和便携式吸尘器 都可以追溯到那段时期的技术发展 可以说太空竞赛不仅是两国之间的较量 更是推动了整个人类科技的进步 最后虽然冷战已经结束 但太空竞赛的精神依然在继续 如今SACS暗色起源等四人公司也加入了这场 太空盛宴 让我们期待未来的太空探索会带来怎样的惊喜和故事 所以亲爱的同学们 太空竞赛不仅是科技的较量 更是意识形态的较量 甚至是人类智慧的较量 让我们在这场太空奥林匹克中继续追寻星辰大海的梦想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苏联的切尔诺贝利科技的阴影与冷战的代价 切尔诺贝利 这个名字在历史的长河中如同一颗闪亮却有阴暗的星星 既代表了科技的辉煌成就 也揭示了人类在追求进步过程中所付出的惨痛代价 作为一位教授 我总是喜欢用幽默的方式来引导学生思考 但切尔诺贝利的故事可不是那么简单 首先让我们回到1986年4月26日 那是一个看似平常的日子 但在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核事故 有人说 有人说 这就像是一个不小心把火锅的锅盖打开 结果不仅锅里的汤溅了一身 还把邻居的窗户也炸来了稀巴烂 切尔诺贝利的爆炸不仅释放了大量的放射性物质 还让整个世界对核能的安全性产生了深刻的怀疑 在冷战时期 苏联的科技发展如同一场没有终点的竞赛 核能被视为国家实力的象征 苏联的科学家们在追求技术突破的过程中 往往忽视了安全措施的重要性 就像一个疯狂的科学家手里拿着试管 心里想着我一定要创造出最强的药水 结果却把实验室炸来了天翻地覆 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后果是深远的 数十万居民被迫撤离 大片土地被污染 甚至连周围的动物也成了放射性的代名词 有人开玩笑说 切尔诺贝利的动物们可能是地球上最高等的生物 毕竟它们的基因里多了不少放射性成分 而在国际层面 切尔诺贝利事故也成为了冷战时期的一个转折点 西方国家开始对苏联的核安全表示担忧 甚至有人认为这可能是苏联解体的前奏 就像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切尔诺贝利到世界意识到 科技的进步必须与安全并行 在今天 我们仍然可以从切尔诺贝利的故事中 汲取教训 科技的进步固然重要 但安全和责任同样不可或缺 就像我常常对我的学生们说的 在追求知识的道路上 别忘了戴上安全帽和护物件 总之切尔诺贝利不仅是科技的阴影 更是冷战的代价 他提醒我们 科技的力量是双刃剑 使用不当 后果不堪设想 希望未来的科技发展 能够在安全的轨道上前行 让我们在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时 也能保持一份理智与谨慎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东德的反抗运动 民众的觉醒与自由的渴望 东德的反抗运动 简直就像是一部充满戏剧性的历史剧 角色众多情节曲折 高潮迭起 1980年代的东德 人民的生活就像是一场没有尽头的黑白电影 灰暗沉闷偶插入一些政府宣传的彩色片段 试图让大家相信社会主义的阳光总在风雨后 在这个背景下 东德的民众开始崛起 像是被一阵春风唤醒的沉睡者 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 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开门红 不仅是东德人民的胜利 也是整个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多米诺骨牌 在此之前 东德的反抗运动已经悄然酝酿 像是教母在面团中发酵 虽然看不见 但却在不断膨胀 有趣的是 东德的反抗运动并不是一开始就那么激烈 最初民众的抗议活动往往是以周一示威开始的 大家在教堂前聚集 唱歌前聚集 唱歌祈祷 甚至还带着蜡烛 仿佛在举拜一场温馨的烛光晚会 可想而知 东德的警察看到这一幕 心中一定在想 这是什么新型的抗议方式 我们是来抓人还是来参加排队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民众的情绪愈发高畅 抗议活动也逐渐演变成了对政府的直接挑战 1989年10月9日 国陵墙的倒塌成为了历史的转折点 象征着东德人民对自由的渴望终于得到了释放 那一夜成千上万的人涌向墙边 欢呼哭泣抱 仿佛在庆祝一场盛大的解放派对 在这场运动中许多普通人也成为了英雄 比如著名的和平革命领袖之一 阿尔诺德他曾在一次示威中高喊 我们要自由不要再被监视 这句话不仅激励了无数人 也让东德的秘密警察斯塔西感到无比尴尬 毕竟他们的工作就是监视而不是被监视 总的来说 东德的反抗运动是一个关于勇气团结和对自由渴望的故事 他告诉我们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 人民的声音也能像春天的花朵一样 拓土而出 绽放出希望的光芒 正如一位东德的抗议者所说 我们不再是沉默的高眼 而是自由的狮子 这句话不仅让人忍惧不惊 也深刻地反映了那个声声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非常高兴与大家分享这段关于历史和科技的旅程 今天我们探讨了美国的太空竞赛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以及东德的反抗运动 这些故事不仅反映了科技的辉煌与阴影 更展现了人类在追求自由与进步过程中 所经历的种种挑战与胜利 首先 太空竞赛如同一场华丽的科技秀 展现了人类对未知的渴望与探索的勇气 而切尔诺贝利则提醒我们 科技的力量是双刃剑 必须谨慎使用 最后 东德的反抗运动则是民众觉醒的强烈呼声 当显了对自由和尊严的渴望 三个故事交织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关于人类追求理想 与面对现实的生动画卷 深入分析这些事件 我们可以看到 科技与意识形态的斗争从未停歇 历史的每一步都伴随着巨大的代价与牺牲 想象一下 宇航员们在太空中用昂贵的太空笔 而地面上却有无数人为了基本的生存权而奋起反抗 这其中的讽刺与对比 真是让人忍俊不惊 但同时 这也让我们反思 在追求科技进步的同时 是否忽视了人类最基本的安全与自由 当然 历史总是充满了戏剧性与幽默感 就像东德人民又骂主抗议的画面 让人忍不住想笑 无论是在太空中追星 还是在地面上追求自由 人类总是充满了创造力与韧性 在结束之前 我非常欢迎大家加入讨论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对于这些历史事件 你有怎样的看法 或者是否还有其他有趣的有趣的故事 想要分享 请大胆提问 让我们一起在这场历史与科技的旅程中 继续探索更多的奥秘与乐趣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优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